所以英語它不是一向學科了 它已經變成一種帶著走的能力 但是很多人只說我會說英文 但是不要忘記語文 它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代表 除了語文之外 我們去如何地融入到文化裡面 我們如何把話說得更道地 也就從發音 從腔調 我們如何去融入 更重要的 我們在用的能力部分 我們應該怎麼跳脫 我們應該怎麼改變我們的想法 直筆測驗 真的 不是英文的主流 那是台灣 某種很特別的一項產物 它真的抹殺了學語文的樂趣 但是我們沒有能力去扭轉這樣的一個趨勢 但是至少我們應該在觀念上做一個離奇 我們今天尋英文的目的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今天我們很感謝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大家去更了解 英文它的樂趣在哪裡 也希望大家要建立一個新的觀念 英文絕對是一種能力 它絕對不是一顆學客 我們希望幾年的英文學下來 我們將來能夠走遍全世界 不需要 不用怕 好好的 為我們自己的未來 擴展光明的一天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來到學校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學習 我們是不是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表示我們的心意 好棒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